我覺得在台灣界還是自己有一些自己比較自在的一些樣子 雖然在戲裡面沒有辦法很完整的表現 但我還是希望有一些屬於城鎮比較特別的部分 讓我們自己在看的時候比較有親切感 我覺得這樣還是蠻重要的 所以算是你自己即興嗎 還是導演設定說這裡最好哪一句髒話 沒有是我即興 所以你在提前會上說數年前跟你合作了 然後現在看起來你都沒有變 那你覺得合正有什麼改變 他才沒有變 見面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就好久不見了 你記得嗎 記得記得大家都記得 大家都互相怎麼稱呼彼此 在韓國工作都會加那個戲 所以就是 那才是叫你張正希這樣 對 所以在第一集當中就有標了一個三個字的XX小這個髒話 是你自己想出來的嗎 還是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界還是自己有一些自己比較自在的一些樣子 雖然在戲裡面沒有辦法很完整的表現 但我還是希望有一些屬於城鎮比較特別的部分 讓我們自己在看的時候比較有親切感 我覺得這樣還蠻重要的 所以算是你自己即興嗎 還是導演設定說這裡最好哪一句髒話 沒有是我即興的 劇中我們拿那個電鎮砍人家的腳那種 就是蠻恐怖蠻寫心的 對然後他們在拍的時候叫我不要拉那個 不要拉那個馬達 就是收音沒有辦法收 然後我就覺得很沒feel 有沒有那個 當初其實最大的我自己最想做的原因是因為要去做迷你家 我沒想到 但沒想到最後沒有去除 我很尊敬他 因為我覺得他是我非常喜歡看過演員 然後有機會跟他合作 我覺得是一個是我的人性很厲害 給人感覺就是很有距離感 但他其實非常 我覺得他非常溫暖 非常熱情的感覺 所以他講話 他跟我講話會握著我的手 講個什麼握著你的手 可以揉揉一下嗎 其實他可能講韓文吧 對你知道喝了兩杯也OK 然後我也對那個 也有點喜 有跟他聊比較多 因為他英文比較好 然後就聊比較多 然後他也比較可愛 他比較活潑一點 他在現場比較活潑 那因為我跟他的對戲沒有那麼多 所以他 我們拍了一些戲拍完以後 他會跟我特別聊一下 大家都聊些什麼 沒有就互相加個卡卡奧什麼 什麼的 真的你有在看嗎 那你們現在還有臉色 這我不能告訴你 沒有啊像那天記者會 韓國記者會玩 他就有傳染就跟我講 然後就是 因為很久不見了 大家就寒暈一下 問他好不好 韓國有 除了這姐姐以外 還有很多演員 大家都 比較會常聯絡就是 鄭宇聖 對 然後 李正載就比較 我比較少 我都是透過這個 跟李大哥 因為他們兩個有三個 對 像這隻之前 拍這個的時候 在韓國也有跟他們碰面 叫做姓國 你 你 你